如果有這些種族的仇恨繼續紮根 其實是危險性 近年經常見到香港人 與內地人發生爭執的片段 亦不時有人在網上發表敵對言論 評機會兩年前向當局提交歧視條例檢討 當中涉及保障內地人免受歧視 但政府優先選定落實的九項建議中 沒有包括這一個內容 評機會主席陳章明接受本網專訪時認為 依然需要推動落實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所謂中族的矛盾 即是內地人與香港人的矛盾 如果我們沒有在法律上寫清這件事 便會製造一個爭拗 但現在既然出現了 反而我想去面對這件事 是需要去處理 我們需要在法律上調整 澳洲的法律比較完整 看完這件事 但香港的種族歧視法例 就未有這件事 評機會在2008年推動 《種族歧視條例》立法之後 再都沒有新的平權法例出現 陳章明不認同這樣做是不思進取 反而認為外界集中關注性小眾平權議題 分略了評機會其他工作 我們在少數族歧的聘用上 譬如警察部門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警察部門現在有一個專門為 招聘少數族歧而設的部門 去廣納我們少數族歧加入警隊 以及加入政府部門的舉措 同樣地殘疾人士在政府部門 已經達到平用達到2% 我們希望政府達到4% 但這個訊息也是 在外面的公眾未必是這麼關心的 陳章明相信在內地推動平權 香港走得較前 也可以扮演主導的角色 但需要一些技巧 我們通常在國內不提人權 比較敏感 基本的權益上 我覺得還有很大空間可以發展 香港可以真的給國內一個席 而且北京政府看到香港 其實行先了那麼久 一套法制基礎 而又沒有發生亂指 我覺得他們就會放心很多 用香港的模式 然後直進入國內 永遠都是一個比較穩妥的做法 他又相信在平權方面 香港與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合作 會比與中央政府部門開展得更快 在平權方面 我們會不會發生亂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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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發生亂指揮